老板将人肉当成猪肉卖 生意异常火爆 每天来排队的人络绎不绝 而老板也因为人肉顾目应求 价格水涨船高 即便是2000元一斤 还是被一抢而空 而他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可是这些肉是从哪里来的呢 面对同行和顾客的询问 老板只能说是一朗猪肉 火焰渠道是独家买盾的商业机密 但事实的真相却并非如此 原本老王经营的肉部生意萧条 面临着倒闭的危机 但即便是这样 他还是很认真地对待手里的每一块肉 每次有顾客购买 他都要花一个钟的时间给肉做按摩 因为充分放松的肉才是最好吃的 口感上上成 妻子每次都能气得翻白眼 还嘲讽老王说 你对我如果像对待这块肉一样 老娘也不至于满脸皱纹 行辞性激素失调了 生意本来就不好 你压得还这么磨磨唧唧 整天跟个没事人一样 干脆关门算了 这几个人是极端的素食主义者 在他们看来 吃肉就是有罪 吃肉就该下地狱 不仅经常打骂吃肉的人 甚至还打砸卖肉的店铺 镇子上已经有不少肉铺 被他们打砸过了 而老王也没能躲过这一劫 这下可好 让本就赔钱的肉铺 更加的雪上加霜 老王气不过 追上去打 却被几人踹上一脚 来了个嘎帮脆 然后火速逃离了现场 经历了今天的事情 气得彻底绷不住了 他向老王提出了离婚 气得说 我不是嫌你穷 而是嫌你没用 你掰的手指都熟熟 你的家伙事有几年没用了 老您天天手活啊 这像话吗 我闺蜜翠花 这把年纪了 他竟然跟他老公 一个月一次 一年下来比我多了13次 还有 就是你不赚钱还死扛 不懂得做出改变 今天咱俩说啥都得离婚 老王听气子说这些话 全程黑了脸一语不发 边边上看不出 他有太大的情绪波动 但内心的小宇宙 已经快要爆炸了 毕竟说自己没钱可以 但是不能说自己没用啊 哪个男人能听得了这话 就在老王强压怒火的时候 正好看见 砸自己店铺的那个小伙 于是决定倒车 教训他一下 顺便让自己发泄发泄 但是力道没有把握好 直接从小伙子身上压了过去 当场领了盒饭 出了人命 老王决定报警 气子说 可别啊 你忘了刚才我闺蜜 送你的枪孩的车上了 你又没有持枪证 警察来了 你咋交代啊 干脆学学黄秋生那个电影 拉回肉货 多把多把人了 老王觉得很有道理 一不做二不休 马上拉回尸体 开始分解 忙活了整整一夜 老王早上迷迷糊糊糊醒来 发现昨晚打包好的肉不见了 原来被不知情的妻子 当成火腿肉给卖了 正巧一位顾客赶来 说再来二两火腿肉 这辈子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肉 还问这是什么肉 老王情急之下 吱吱吱的说 是刚到的新货 嗯 夜朗猪肉 妻子一听 赶紧拿起两块 一旦拿着肉离开了这里 老王才敢说出人肉的事情 就在他准备拿走这头肉的时候 街坊邻居听说 有好吃的一挡肉 纷纷跑来购买 老王也只好将错就错 接着收买 只用一会儿的功夫 那会儿猴腿肉就卖完了 最后剩下的二两 也被警察给买走了 老王觉得不可思议 不相信人肉会那么好吃 于是到了晚上 亲自煎上一份 人肉到底是什么味道 老王轻轻咬上一口 感觉上了天堂 那种丝滑 那种鲜嫩 只叫人欲罢不能 看得年骨半半的妻子 都是觉得好看了许多呢 此刻老王的荷尔蒙和熊熏激素 瞬间飙升 他觉得自己又能用了 妻子等今天已经等了一年 但是在这个时候却拒绝了他 比起海皮睡觉觉 他更看着商机 对老王说 既然人肉这么好卖 我们为何不接着卖呢 这样我们肉破的生意 就能妻子回生了 老王认真地思考了一下 觉得妻子说的有道理 于是第二天 就举着明晃晃的砍肉刀出了门 夫妻俩来到素食餐厅寻找猎物 卖了一辈子的肉 老王对肉质的要求非常高 第一必须是素食主义者 他们天天吃素 肉和鲜嫩 第二太瘦的不要 因为没有五花肉 腰再不够肥 第三心情不好的不要 长期压引的人 肉太硬口感差 第三三女人和小孩不要 这是做人的最后一道底线 很快一个开心的小胖子 进入夫妻来眼帘 像这种心宽体胖很乐观的人 肉质才是最好的 嗯今天就他了 夫妻一路尾随小胖子回家 妻子负责开车接影 老王负责捕猎 可当他真的要动手的时候 却下不取手 还给自己吓了个半死 回去后两人开始总结经验 又做了详细的计划 第二天他们伪装成素食主义者 继续寻找合适的猎物 就在两人一无所获 准备开车离开的时候 一辆车跟了上来 走下来一个素食主义者 老王拿出多少刀准备出手 没想到车上走下来几人 这一次又又失败 老王决定终止卖人肉计划 因为他真的下不去手杀人 良心上也过不去 妻子听后很生气 觉得他还是没用 两人大吵一架 不欢而散 可过了没一会儿 妻子竟带了个男人回来 趁着男人洗脚功夫 妻子对老王说 哎 准备一下 我带六回来了 老王听后直接拒绝 可当妻子说 嗯 我们俩刚才打波了 如果你不动手 等下我们就打火爆 老王听后怒火中生 超级家伙事就走了出来 三下五出二就把男人给打死了 这下他们店铺 就又有一朗猪肉可以卖了 夫妻俩也有了人肉吃 心情大好的脸人 也找回了当初恋爱的激情 哈哈哈哈 跳过跳过 正所谓一回生 二回熟 三回四回 滑里溜 他们现在杀起人 也开始变得得心应手 一刀致命 一枪命中 或者是就地取材 不是退下楼梯 就是用超门夹抱脑袋 反正就是各种手段 从一开始的害怕 到后来变成了乐趣 不管他们有多少人肉 都能在半小时之内卖光光 而他们的卖价 也涨了一次又一次 它很贵 但是人们还是批垫批垫的 排队来卖 因为这肉实在是太好吃了 这天夫妻俩 物色到了一个极品猎物 他叫小胖 白白嫩嫩 自信乐观 只是看一眼 夫妻俩就直流口水 恨不得当场咬一口 不过小胖反应很快 发现有危险 偷袭老王的桃子 就迅速逃走 夫妻俩瞬间慌了 如果小胖逃掉 他们的世界就会败落 两人也就玩多次了 好在小胖突发心脏病 自己嗝屁了 夫妻俩乐坏了 老王带着人肉 给好朋友品尝 朋友吃上一口 大呼好吃 立马追问老王的进货渠道 老王嘚瑟的说 我这个跟贡货商 欠了独家贡货的协议 这属于商业机密 欢迎刚落 朋友被嘴里的肉 割到牙齿 吐出来一看 好家伙 竟然是个心率起泊器 妻子见状 不慌不忙的瞎扯 这一株的品种娇贵 价格这么高 有个心脏片什么的 肯定要装个起泊器 有什么大年小怪的 哈哈哈哈 对呀 我们这肉娇贵呀 夫妻俩就这么 硬生生的糊弄了过去 这次意外事件的发生 不仅没有让夫妻俩收敛 反而变得更加畅狂 变得花样的捕捉猎物 甚至突发奇想的 从动物世界上 寻找杀人灵感 比如学鳄鱼 从水里猎杀 学蟒蛇嚼死对方 学猎豹从树上跳跃捕杀 慢慢的 他们的乐趣变了 比起挣钱 他们现在更享受 捕杀猎物带来的快感 老王正在处理尸体 那名爱吃人肉的警察 因为好奇 敲开了肉铺的门 本来是嘴馋想买肉 没想到 老王家的旺材 叼着一只手跑了出来 老王懵了 他大脑飞速运转 在警察即将转身的时候 他大声的骂了起来 下推了旺材 也吓警察一跳 老王谎称 这是被那群素食主义者 打砸店铺后的应急反应症 现在时不时的 就这么骂几句 根本就不受控制 然后就把警察给糊弄走了 不过这一晚 老王垂又未眠 他觉得是时候收手了 这种卖人肉的事 不能再做了 暂且不说杀人良心会不会痛 一旦被警察发现 他跟妻子就完蛋了 为了后半生的人生自由 从那以后 老王再也没有杀过人 卖过人肉 生意也再次恢复了 以往的冷情 但是不卖人肉就没事了吗 怎么可能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几名素食极端者 怀疑夫妻俩杀人 不仅绑架了妻子 还准备杀了她 替天行道 外出归来的老王 看到门口停着的车 就知道妻子有危险 于是抄袭砍刀 就踹开了门 旺材冲上去咬住一人 其中一名女孩 一看这架势 超级家伙就从老王杀来 老王一刀飞出 女孩立马嗝屁 夫妻俩这时 还不忘休想恩爱 一旁的少猴看不下去 一戳子戳进老王胸口 妻子见丈夫有危险 挣脱绳子 麻溜的丢出钩子 送对方上了天 最后 夫妻俩之前的所作所为 全部曝光 他们被判处终身监禁 为自己的行为 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按说 这应该是恐怖的犯罪片 可导演硬是 把他拍成了一部 喜剧动作片 就连电影名字 那么的幽默 叫做肉霸不能 好啦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啦 我是看啥地 毒不失态的灭绝失态 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 拜了个拜